会增加了 如果有更多的增量资金进场的话 那其实大家可以真的去期待一下 有没有这个跨年行情了 我们来看一下指数的表现情况 今天指数是1.05%的涨幅 收盘收回了3400点 3414点 其实现在这个市场 我们说你光看指数 它的意义不大 因为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都在这盘整 对吧 你看这指数 你也不觉得指数涨的时候 你赚钱 你也不觉得指数跌的时候 你亏钱 那么成交量方面 今天是没有放大的 今天护士单边是3775亿 今天比较强的是创业版 这个创业版今天是 创了7月份以来的新高 收在了2900点的整数关口 3.1%的涨幅 创业版这边成交量也没有放大 1653亿 今天创业版打出这个新高 什么意思呢 就意味着所有的指数 都创出了从7月份以来的新高 那从之前的节目当中 我们就说 其实每一波的市场 都有更强的指数 然后都有更弱的指数 其实各个指数之间 也是一种轮动上行的节奏 今天是创业版指数 和深圳城市创了新高 但深圳城市 其实之前就把7月份的高点打掉了 刚刚虽然说到 整个这个市场 今天没有放量 但今天其实是有三个指数 是放量的 第一个是创业版50指数 今天创业版50指数 其实是一个明显的放量的 而且涨幅也是最大的 第二个指数呢 是忽深300指数 今天也是放量的 并且呢 也看到有一个实体 比较大的阳线 还有一个指数 是上证50指数 今天也是小幅放量 所以你看就今天很明显 就是大家还是选择了一些龙头 还是选择了一些 就是给龙头溢价 昨天跌的多的 今天有一些都反包了 甚至创新高了 当然你也可以说 这有消息面的刺激 对吧 比如宁德时代的 昨天晚上发的公告 雅化集团发的公告 但是好像从这个市场 纵观来看 大家还是愿意去寻找 这样的一些机会 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跨年行情是不是已经展开了 大家应该怎么去操作 来看一下在微信平台上 和大家互动的话题 创成指呢 今天是大涨3% 并且创出了新高 跨年行情是否已经展开了呢 A 是的 主线重新激活 跨年行情已经开启 B 不是的 量能依旧欠缺 仍将继续高位震荡 稍后咱们来看一看电视机前 观众朋友们的投票结果 另外我们的网友朋友们 可以通过抖音和快手的 第一财团号 来和我们实施互动 来讨论一下对今天市场的看法 也可以分享一下你的操作 谈一谈你的观点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三位嘉宾 分别是周征 杨敏 还有姚中元 欢迎三位 简单看一下今天市场整体的收盘数据情况 今天涨幅最大的是创业板值 其实创业板今天差不多 六七个权重 就把指数打出了70个点的空间 再来看一下成交量 整个市场是没有放量的 8470亿 但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三个指数 就三个市场是小放量的 我们来看一下市场活跃度 涨停加速68加 今天跌停加速真的是大幅下降 今天只有三只个股跌停 S7个股是十只涨停 八只跌停 最后赚钱效应 有回升的52% 但是还是一个风化的市场 创业板大涨了3% 赚钱效应才只有52% 所以这种风化的格局 就真的是就一直延续下去 我们来听一听几位嘉宾 对接下来市场的研判 先来问问周征吧 觉得跨年行情 是不是已经展开了 我们觉得这个 就是首先从 如果从跨年行情的角度上来说 那么其实像有一些 这种结构性的行业和板块 其实它早就开始走 这个行情 这个不断上升的这个趋势了 那么最强的应该还是 在新能源这条线上的 以光复和新能源汽车为代表 那么另外其实最近像军工 整个的这个趋势 也是开始这个逐步的明显 明显的这个走出来了 所以我们觉得跨年度的行情 第一个可能依然还是去聚焦 在一些结构性的行业和方向当中 那么更多的是跟它本身的 行业的紧急度 以及它2021年行业的 这个基本面的确定性 是有比较大的关联 第二个我觉得跨年度的行情 如果从归纳的角度上来说 应该是集中在各个行业的 龙头的个股当中 这些龙头的个股 可能存在一个所谓 跨年度行情的一些机会 但是我们觉得对于指数来说 可能不存在明显的 跨年度行情的一个机会 我们觉得对于指数 可能还是一个重心缓步上移 但是重心缓步上移的动力 其实来源于各个板块的龙头 就好比我们今天看到的 像创业板50 上证50 护身300 它之所以能放量 都是放在像新能源汽车 放量在白酒 这一类的权重类的板块当中 那么才导致这些指数有放量 但是你看看像中证1000 这类的小市值 包括像创业板的综合指数 依然慢慢慢慢的 其实是被一个资金 所边缘化的这么一种情况 如果你每天 如果大家去看一些 成交量排名靠前的上市公司 和成交量排名靠后的这些企业 你也会注意到 基本上成交量排名靠前的 都是一些各个行业的细分的龙头 而成交量排名靠后的 我们现在去看了一下 这种成交量低于1000万的个股 也是越来越多 所以在这么一个背景之下 其实就意味着 可能进入到2021年 整个市场的龙头个股 和中小市值个股的分化 可能还是进一步加剧的 这种过程 所以现在市场的资金很明显 就像前面李宁所讲 它就是给行业龙头确定性的溢价 或者说大家也可以去理解为 是一种资金不断强化抱团的 这么一种情况 那么它之所以去抱这些龙头 还是因为龙头的稳定性 和它的基本面 要比那些尾部的公司 要来得更好 好 来听听杨敏 怎么看待这个跨年行情的开始 我觉得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 就是淡季不淡 今天的上涨只是开始 那么我觉得可能指数上的跨年行情 也已经开始了 那就是从短期来看的话 我们说一般来说年末的时候 一般来说做多的氛围不会太足 但是呢 其实我们看今天无论是创业版 还是深圳城址 都创了阶段的一个新高 那么在以往的那种淡季的时候 出现这样的一个信号 其实是值得重视的 包括我们看到 昨天向中信通信涨停 今天向宁德时代大涨 那么这个也是在淡季的时候 一些偏权重 偏大家伙的东西 能够涨停或大涨 也是值得重视的 这个是短期的第一个点 第二点的话 我们看就是最近那些数据 比方说北方的北向资金 昨天是留了70亿 今天是留了60亿 然后包括像央行的镜头放 昨天300亿 今天100亿 这个也是一个 就是微观资金上偏暖的一个东西 那么从中期来看的话 我们看这一波的一个主线 依然是顺周期 无论说是电力煤炭 还是说是光伏新能源 那么至少我们看 像电力煤炭的龙头 郑州煤电没有到 像光伏新能源车的龙头 宁德时代也没有到 那么如果说主线还能继续的话 那么也是有助于行情能够进一步 走走远 然后第三块的话 我们从中期的几个指数 因为我们说几个指数其实都是联动的 所以如果我们看护身300 创业版和50的中期的走势来看 其实都是比较看好的 比方说护身300的周K线 我们看到这一波的一个上升趋势非常明显 那么现在的话是在一个四浪的尾身 靠近五浪的一个突破上涨阶段 而四浪的一个调整的方式 它是一个向上震荡的调整方式 所以它的一个调整非常强势 那么也是预示着五浪的上行会比较有力度 那么这个大家注意是一个护身300的周K线 所以我们说护身300 就是相对来说是更加看好一点 然后第二张的话 我们看到是上阵50的一个周K线 那我们看到现在这里的话是有两个中枢 然后中枢的话是不断抬高 那如果说以下方这个中枢箱体为例 那么现在因为已经突破了下方的这个箱体 那么正常箱体上翻的话 那么是到3700 3800这个位置 那么现在是在3500 那如果说是按照就是上升三浪 或者是上升五浪来看的话 就算是就是第三波的一个上涨 跟第一浪是等长 那么也要到前高附近的位置 所以中期来看上升五浪也是非常看好 然后第三块就是一个创业板成指 那么创业板成指的话呢 我们上周是讲到 其实是向上空间大于向下空间 那么从今天来看的话 依然现在的一个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因为现在就是所在的一个位置 离下方的这个中枢线 其实也就差了很近 对 所以其实向上的空间已经打开了 而且在突破之后做了二次回踩 今天又再一次确认 那么所以我觉得今天其实是第一天的一个确立 就二次确认的一个突破 那么所以从三个指数的一个联动来看的话呢 我们觉得就是指数在中期上 可能快点行情已经是在慢慢开始了 节奏上你认为会快吗 节奏不会像六七月份就是每天上涨这么快 但是呢就是本来应该来说是一个震荡中枢的一个走势 现在变成一个震荡上行的走势 我觉得今天创业版这根阳线打出来 其实和之前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之前其实比较明确的就是创业版一直是在箱体里面运行的 就是它是唯一一个没有创新高的指数 虽然主板呢也是创了新高然后之后回踩 但是在整个回踩的这个过程 从主板的3465一直调整到现在这个位置上 其实就是在等着创业版去创出它的新高 所以这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对吧 11月份的时候大家看的都是顺周期 12月份的时候其实涨的就是成长这条主线 然后到今天大家都去创新高 所以呢这也就意味着所有的指数 其实现在目前来说在比较相同的起跑点上 来听一听姚中元怎么看待这个跨年行情的演绎 好的 我认为这个地方主板是有望出现右侧突破信号的 其实今天从盘面当中也发现 上阵指数在之前的调整过程当中 我一直强调不可以跌破3361点这样一个重要的平台颈线位 那么经历过12月份的震荡之后 又形成了一个阶段性新的一个震荡格局 就是一个收敛三角形的这样一个末端 那我今天也带来一张图 我可以很明显看到从前期的3458点突破之后 回落之后进入了一个新的12月份以来的收敛三角形 那么进阶段以后呢 你可以看到昨天一根大跌之后 今天是一个突破 反爆了昨天的阴线 而且是突破了进阶段以来的这样一个下降压力通道 那这也就是说明跟我们前期预判那个创业板 进入一个右侧突破阶段是一样的一个信号 那关键是这个位置当中 今天盘面当中还有一个比较不错的信号 就是高低位板块是比翼齐飞的 你可以看到进入12月份当中时候 很多的高位板块是连续上涨的 但是像科技等一些软件服务的一些前期炒过的题材 随后是连续出现了缩量阴跌 但是在昨天有高位板块出现瓦解之后 今天是有修复的 但是今天在高位板块上涨的背景之下 低位板块并没有熄货 这也说明有一部分资金已经开始在关注低位的一些品种在 那这个也就是说有当中资金既然开始两头都愿意去参与的话 市场的活性会被带起来 所以这个位置当中技术层面突破信号也好 包括今天的资金的这样一个选择方向也好 都说明未来的一个进攻性还是存在的 那么再来看它一些影响市场制约的因素也好 包括未来的一些好的一些方向也好来看 首先我们知道12月份当中有影响市场因素的 比方说解禁场 12月份整个月的一个解禁的压力非常大 但是到了进入1月份之后 可能解禁这样一个压力会被逐渐的缓解 那么第二个像12月份当中 像年报也好季报也好都是没有的 到1月份当中也同样没有 要在2月份之后才会陆陆续续预告公布 年报也好一季报也好 这些时间跌在1月份当中也是没有的 第三个就是在银行当中 我们知道年终的时候 基本上银行的年终的总结也好 包括公募私募的这样一个业绩的考核也好 都是这样一个时间节点 在1月份当中又会迎来一个阶段性的真空期 所以这种种的一些影响制约市场的因素 在1月份到来的时候都会被化解掉的话 市场目前来说是没有太多利空的这样一个情绪在 而且在近阶段我们也前面看到了 像央行的投放也好 包括对于新的一年开启之后 有一些公募私募基金它要做尽职也好 等一系列的投资都会在迎来新的一年之后 有这样一个需求在 所以对于一季度当中尤其是1月份行情当中 我个人认为这个时候是最佳的一个操作时机 而且最关键的是 这两天低位的个股也开始在逐渐的有反弹迹象了 那可能说趋势没有改变的情况下 个股先反弹总比它不涨要好 所以这个当中我们认为突破有效 相对的利空因素又缓解的话 这个位置出现向上连续进攻的这样一个需求 还是存在的 这个节奏你怎么看呢 节奏的话很明显 高位的抱团品种如果像昨天这种大跌之后 马上死 马上开始成大面积的回撤 这也不现实 毕竟里面有一大批的资金关注度比较高 市场情绪也比较高 但是低位的品种开始逐渐起来的话 那我们相信在未来还是会有逐渐形成一个高低位板块的一个轮动的切换 所以这个位置当中可能说像今天创业版大涨背景之下 赚钱效应也仅仅只有52% 但是很明显一点低位的一些格局 一些个股也好 一些板块也好 出现上涨的这种格局还是会出现的 好 今天呢 这个大涨 我们看到创业版是创了7月份以来的新高 然后呢 护身300是创了新高 上证50是创了新高 那没创新高的就是中小版制 还有一个自然就是上证指数了 那我们就说到这个跨年行情 就是几位刚刚都觉得说 其实还是会有机会有行情的 那今天领长的其实主要是创业版 所以这个接下来行情的演绎呢 是还是以成长这条线为主 还要说这个市场相对来说会更均衡一点 11月份的时候都是顺周期 12月份的时候基本都是成长 这个成长当然白酒是一条线 然后还有就是新能源是一条线 对吧 汽车新能源车还有光伏 然后直到12月中旬开始的军工 出现了连续的上涨 那接下来的这个行情是会更均衡 还是说依然是以创业版的这边的一些核心权中为主 周中怎么看 我觉得应该是还是偏向于一个再均衡的一个过程 也就是说其实现在市场无论是看成长赛道的还是看顺周期赛道的 其实我觉得他们现在的这个逻辑都没有办法来证伪 都是需要后续有待一些这种行业上的数据去进一步的观察 包括一些宏观的这些数据 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顺周期11月份涨完之后 12月份整体上顺周期是进行一个这个震荡消化整理的过程 那么跨到了2021年之后 那么顺周期它的一个原来最大的一个看全球复苏的这个逻辑 它现在依然还是需要去观察这个逻辑也没有办法证伪 因为现在海外开始慢慢的在进行一些这个疫情 就是在疫苗的这个帮助之下开始在慢慢的看这个效果如何 那如果这个效果慢慢体现出来 那么顺周期它的这个复苏的逻辑又可以慢慢走出来 那么顺周期这个当中自然而然还会有一些方向能够走得出来 那么另外在成长赛道方向当中 其实市场也在不断的挖掘这种景气度最确定的一些方向 在做这个持续的一个推进 那么再平衡它的好处是可能它所涉及到的板块 能涨的板块会比较的多 但是它的缺点是由于现在市场资金量不够 所以它就会导致市场的这种短线的节奏的轮动非常的快 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想主动去抓 这比较精准的节奏是比较难的 所以对于这个我们觉得2021年特别是像第一季度或者是1月份 在均衡的配置下 我们觉得就是一个均衡配置各个行业龙头的这么一种策略 可能是来的相对比较稳健一些 而我们不采取主动去寻找节奏的这么一种策略 杨敏会有倾向性吗 比如说是武林更强还是创业版更强 或接下来有可能是中小版更强 你怎么看是创业版主导 还是接下来大家是一种轮动上行 我觉得还是护身300最强 就是因为它是最早打出新高的 然后始终我们无论是看就是指数也好 或者是看气质也好 都是护身300的一个就是涨幅相对来说是比较大 从这波来看涨幅最大 但是从就是比如说从成长角度 顺周期角度和新能源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我觉得这个顺周期角度和新能源的角度 它的一个总体节奏是一致的 那比方说像顺周期当中的一个龙头 郑州煤电昨天是出现了调整 但是今天很快有反爆了 然后像昨天新能源车当中的干风里也出现了 跌停 但是今天宁德时代又很快反爆了 那么就说明这个板块上的一个主动修复性很强 那么都是一个短期波动之后再继续向上 所以我们就是在操作当中 其实是可以把新能源和这个顺周期 作为就是一个节奏来去操作 然后其他的话像还有就是酿酒 酿酒的话我觉得现在就是从一些龙头表现来看的话 也还没有结束 那么我觉得还是一个持抽者的盛宴 那么对于就是没有进来的人 可能就是现在这个位置会觉得高 那么其实看看顺周期新能源车 包括像军工和金融 其实都还比较有机会 现在这个市场其实我觉得机会还是蛮多的 像之前一段时间可能你只能坐这个新能源车或者是光伏 但是近阶段的话 我们看到无论是顺周期还是新能源车还是光伏 包括一些就是打板其实最近也是有一定机会 当然不是说提倡大家打板 但是我们看到就是机会来说是越来越多了 所以就是各个角度都是可以去做参与 那么操作上的话 我的建议第一个是因为行情来了 所以仓位要先上来 然后第二块的话呢 就是就是以前在横盘震荡的时候 可能你只能坐低吸 如果去追的话很容易被套 但现在的话呢 因为是在一个震荡向上的一个过程当中 所以可以适当去做一些就是这个这个突破 可以去稍微做一些追涨的一个动作 然后第三块的话呢 就如果说你觉得顺周期包括新能源车 包括这个酿酒 位置觉得高的话 那么其实军工和金融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所以可能是这些建议吧 好 接着我们就来说一说机会 就是今天是12月30号 明天还有一个交易日 2020呢就收关了 这个如果收关呢 明天要收的是月线周线 当然还有年线 其实2019 2020给大家带来的收益 相对来说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 咱们不用看得那么远 其实你只要看好当下 就是1月份或者说一季度有没有行情 这个就足够了 就是行情都是一步步走出来的 对吧 但是你首先要先预判一下 有没有这个行情 其实在昨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就讨论过这个问题 有没有跨年行情 就是还是有人看好的 而且昨天其实我们也说到了这样的一个观点 就是昨天其实是前期一直强势的 出现了大跌甚至跌停 然后昨天是一直弱势的 就前期一直下跌的 出现了上涨甚至是涨停 但是我们说不能够因为看到昨天的这些强势的品种跌停了 你就认为说行情结束了 你也不能说因为看到长期超跌的东西反弹了 就太好了 终于他们要开始一波新的趋势上涨了 最终其实还是要回到它的业绩 它的基本面 它的逻辑上 那今天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市场 昨天大涨的呢 有大跌的 但是呢 也有休整的 昨天大跌的 今天有反暴创新高的 当然也有没能创新高的 所以每一次的分歧 就一个热门品种 热门板块的分歧之后 都意味着 这个板块接下来会分化 有的能创新高 有的则不能 那溢出来的钱干嘛了呢 它会选择新的方向 接着我们就来说一说 怎么去找寻品种 怎么去把握机会 我们先来说一下 这一段时间 我们给大家总结的 市场当中的主流热电 新能源车 给大家看一下日K线 这是这个板块的日K线 其实连续在高位盘整 差不多八个脚一日 大阳线阴线 大阳线阴线 其实确实这一段时间 即使你在新能源的这些品种上 你也会觉得很煎熬 因为它的波动幅度太大了 昨天涨停 今天跌停 昨天跌停 今天涨停 但是如果你看这个板块的指数 下方的成交量堆的 还是非常的好的 然后再来看一下 酿酒板块 这个板块真的是异常的强 缩量 创新高 前上一次有一根巨量的 阴线的分歧 但是呢 通过五个交易日 创新高了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是所有的白酒股都创新高 光幅 我们说到 其实由于这个龙基的这个消息 随时的光幅出现了一波加速 加速了之后呢 这两天的跌幅比较明显 但是今天呢 有一定程度的这个上涨 可是它是没有反爆的 最后再看一下军工 军工是大家现在认可度比较高的 觉得相对位置低 逻辑有够硬 那我们先来说这主流的这些品种 大家是不是可以继续参与 怎么参与 姚中元怎么看 我们刚刚说到了这四个方向 正好我今天也带了一些 关于这四个板块当中的一些估值情况 其实从未来的一些投资方向上来看 像酿酒也好 汽车也好 这些板块首先肯定已经是在高位了 那么低位选择的话 肯定是像一些金融类的低位的一些券商 包括像军工也好 这些是可以去做一个中场线关注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张图 就是对于整个现在目前为止 整个热门板块的估值情况 比方说你听你前面所讲的 汽车也好 像酿酒也好 从目前的估值历史水平来看 同向的这个板块当中比较 汽车板块的目前的适应率倍数 是在42.35倍 是处于一个百分之百历史高位的 这样位置当中 而像酿酒板块是以58.16倍的 这样一个情况 也就是说如果说现在投资者 去买酿酒也好 买汽车也好 可以说是以现在这些板块当中 历史最高价位去进行一个购买 那它的一个性价比肯定是比较低的 那这些品种也可能是比较贵的 那么相反对于目前来说 比较估值比较低的 同样相对比较合适的 像券商板块也好 军工板块也好 我们也带了一张这样一个适应率倍数的图 券商板块目前的整体适应率是在25.06倍 相当于在历史水位当中的30%左右的 这样一个盈利的倍数 那么军工板块是57.41倍 同向比较差不多是在60左右 那么很明显这些板块 如果要低估值往高估值走的话 还会有它的一个空间在 那么切换到我们的这样一个 除了估值水平的一个情况 来看它的一个技术走势 你也可以很明显的发现 像军工板块 军工板块我们上周来的时候 正好是启动 那么当时我们基本上都是看好军工板块的 整体上来说 在昨天市场大跌的背景之下 军工板块其实跌幅不算特别大 而且今天是能够有有效的修复 同时资金结构也是有进一步的 净买入五个多亿的这样一种情况 那这也说明 军工板块是在上周出现完美突破之后 进入到一个震荡上行的节奏当中 那既然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个高位高估值的情况 同时又是契合于市场的一些主流热点 包括背后有一些很重要的投资逻辑也好 以及未来的盈利预期也好 那这样一个军工板块在这个位置当中 震荡上行的节奏依旧保持 只需要我们操作过程当中 踏住它的一个买卖点的这样一个操作节奏即可 那么始终保持一个向上节奏的话 那这个方向上是可以去做一个更多的关注的 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关注的一个券商板块 其实券商板块也很好理解 券商板块从今年的7月份见到高点以后 当中有过来来回回的一个宽幅度的波动 那么在进入12月份之后呢 券商板块连续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 并且缩量调整 它近期的一个位置 正好是在7月份平台底部的这样的低位 那我们也细心的投资也会发现 这两天其实券商昨天早上是明显异动的 而且是在资金结构上 包括K线形态上形成了一个温和 加升量增的三连扬的情况 那么今天其实很明显 在前期平台底部的时候 今天机构资金再次打进去了将近约32个亿 也是近阶段以来机构资金低位 操作进去的最多的这样一个方向 那么如果说后期有一个行情在的话 那券商它的一个人气绝对不会输 那这个方向上是可以一个 比较明确的投资现在 而且最关键的还有一个 就是如果说券商板块 现在是一个低估值 又是处在一个阶段性低位的话 那高位资金出来之后 势必会寻找一些确定性方向 去进行操作的话 那这两天券商的这样一个异动 是在今后的这一段时间当中 可以去关注它的一个阶段 波段上涨的这样的方向 好 稍后回来听听 另外两位嘉宾的观点 了解一下今日股市微信当中 招募的瑞投顾 只要您是有资格认证的投资顾问 都可以在有看头上迷失身手 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选股 你势赛必得 得心应手 手到勤来 看盘 你举重若轻 轻而易举 举世无双 挥舞你的点睛之手 燃烧你的投资之魂 最强投顾擂台 已为你升起 不服来战 报名入口 请扫二维码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老凤翔 目前市场每天都有热点 板块轮动太快 总是选没到好股票 怎么办 别着急 让智能选股利器多空雷达 帮你轻松把握行情机会 现在扫描下方二维码 就能立即上手使用 早点了解 轻松交易 多空雷达得益于 新浪大数据分析系统 逐层挖掘市场投资行为数据 搭建当下强势股走势模型 并在三千多只个股中 一一对照 挑选出形态良好的短线龙头 扫描二维码免费体验 让多空雷达帮你找出 当下的好股吧 智能选股更要把握买卖时机 而多空雷达特有的黄金三角 则可以清晰地发现买卖趋势 红色表示多头信号强烈 可以开始关注 蓝色出现时 空头信号预警 投资者要谨慎观望 操作简单 提示及时 现在扫描二维码 拿到手试一试 相信事实会给你答案 王哥 我最近特别愁 怎么了 最近投资特别不顺利 眼看着行情走得好好的 结果一买就跌 一卖就涨 可愁死我了 赶紧给我支支招吧 做投资啊 不能一看涨了就连忙追高 一看跌了就马上割肉 什么时候买 什么时候卖 都是有讲究的 你真该学一下 关键点位买卖法 关键点位买卖法 是啊 这个方法是专门用来 捕捉买卖点位的 遵守线上阴线买 线下阳线卖就可以了 那你详细给我说说呗 这样 我发你一个微信二维码 你扫一下就可以马上领一份 关键点位买卖法 方法怎么用呢 里面写的都很详细 还结合了大量的实战案例分析 太好了 是用微信扫描一下 现在这个二维码就行了吧 这个资料挺享受的 你赶紧去领啊 好 我马上去领 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就可以领取关键点位买卖法 老凤翔提醒您收看今日股市 好 欢迎回来 接着听一听另外两位嘉宾的观点 周征来吧 所以说这跨年行情 大家应该怎么去把握 是不是还是应该继续做主流品种 我们先讲这个 现在最强的这几条线 首先的话 我们看像新电源汽车和光伏 这两个方向 其实我们觉得 就是趋势始终是维持的 没有看到一个明显的 趋势见顶的一个信号 但是他们的当中的一些 一线的龙头的个股 它的累积涨幅确实是比较惊人的 所以我们觉得 在这两个行业 就是它的一个长期发展的空间 非常大的一个背景之下 那么我们觉得可以去挖掘一些二梯队的 一些相关的这些品种 包括在新电源汽车里面 包括在光伏里面 我觉得都有 二梯队的品种相较于一梯队的 一些这个就是信号行业的绝对龙头 其实它的涨幅 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明显 但是由于这两个行业的蛋糕 未来的空间非常大 所以说它二线的这个上市公司 未来也是有比较大的 这个机会的 那么从这个角度 我们觉得是可以去做一些深度的挖掘 这是这两个 那么对于白酒来说的话 我们觉得其实现在更多的 只能自下而上去悬谷了 我们觉得在2021年 可能在白酒里面 机会比较大的是属于次高端里面 从原来的区域性的白酒 开始走向全国的白酒 如果它这个跨越能够走成功 那么给它的市值的空间 就会被打开 所以白酒我们觉得需要你自下而上 去选择这么一类型的 这种次高端的这种白酒 而对于军工 其实我们也连续讲了好几周了 对于军工来说 我们觉得是2021年 可能是为数不多的存在 戴威斯向上双击的一个行业 当然这个行业 其实它现在的分化也比较严重 我们更看好的还是主机厂 和军工新材料 逻辑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 也讲过好很多次了 我们就不在这里赘述了 那么另外一个 我们觉得在2021年 可以去做一个 就现在位置相对有一些性价比的 就是在生物医药里面的一些细分 像有一些板块 已经这个率先进行了 这个固执的修复 像以泰格医药 药明康德为代表的CIO 还有像以爱尔眼科 通色医疗为代表的医疗服务 包括最近看到我们像 以麦瑞为代表的一些医疗设备 其实也创了 也在创新高 所以我们觉得 这些其实都是在医药 这个赛道里面 相对来说 紧急度始终维持比较高 而且它不受这个带量采购 这方面的这种影响 这个是一个方向 另外一个就是疫苗这条线 现在疫苗这条线 其实相对来说 里面的个股 它的估值修复力度还不大 但是我们觉得 如果切换到2021年 整个的这个疫苗的 它的这个需求 还是会有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持续性的 现在的位置 其实也是OK的 那么这也是一个 这个细分的这种方向 好 杨敏来说 说哪些品种 大家可以去 在跨年行情当中参与的 我建议是军工加金融 那么军工的话呢 首先带来一张周K线 我们看到 现在的一个军工 周K线的中枢 也是在不断向上 而且我们看到 就是这两个中枢的 一个成交量 明显要比之前的这个 就是之前高点的 这个成交量 要明显放量了 那么就说明 这个高点应该来说 是能够完全突破的 然后其次的话 我们在之前几周的话 也是说到军工 在过去十年当中 这个数据显示 一到三月份的超额收益 是比较大概率的 十年当中有九年 是有军工的超额收益的 再包括我们 从这个今年的 半年报和三级报来看 军工的一个数据 也是在慢慢转暖 所以我觉得这个军工 是一方面可以配置的 然后第二块的话 就是金融 金融为什么在之前 没有太大表现 是因为指数 还是处于横盘阶段 那么可能更多的是 一些结构性机会 和结构性主线 那么现在的话 指数从横盘转向 震荡向上 那么在这个阶段的话 这个金融的一个 就是表现就缺席不了 所以我觉得 金融当中的券商也好 保险也好 包括银行也好 也会有一定表现 所以我觉得可能 军工是一个 就是偏进攻的配置 然后金融是一个 偏防守的一个配置 好 金融 你的意思就是说 大家在银行 保险券商里面 都可以去选择 就是当行情好的时候 包括像就陈家亮 如果特别是放出来的时候 可能券商的一个表现 会更加优一点 军工板块 杨明给的 这是周K线 对的 但如果看周K线的话 这是不是也说明 军工板块 其实现在还是在一个 箱体震荡 就是一个盘整的格局 就是它并没有走出一个 单边向上的趋势 从日K线上 已经其实走上 向上趋势了 但这是周K线吗 对 周K线上还没有出现 所以从这个军工板块来看 其实这也是近期 我们把为数不多的几个板块放到 就是认为可能会有持续性的品种当中的一个选择 但是如果从目前的这个 比如说接下来成交量能够进一步放大 或者说高位的这个筹码能够溢出更多 然后军工板块的这个可能趋势性 或者节奏性和它的持续性 就会更强一点 但是大金融 杨敏是不是有一个前提 就是成交量得放大 比如说你得放到万亿 可能大金融的这个持续性 才会体现出来 我觉得是指数的走势 从横盘走向正当向上的时候 金融肯定是缺席不了的 好 那有排序吗 比如银行保险券商 向上趋势当中 应该是券商的弹性会更大一点 好 来听听姚中元说说 有哪些品种还可以展开跨年行期 好的 那么 正好现在是今年的年末了 那么对于明年的话 其实我相信很多投资 也会寻找一些最强的 一些中长线的品种 那其实这个时间节点 一些很多的券商机构 也会出很多的言报出来 那么我们也观察了一下 像去年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当中 很多机构资金 关注到的一些好的品种 那么我们也带一张图 就是在去年的12月的30号当中 像卫星石化这一些品种 都是基本上是年末的时候 机构资金也好 包括大多数的五星言报也好 披露出来要去重点关注的一些方向 其实在年末的时候去关注好这些品种 未来的一年的中长期投资 或许是有一个明显的 这样一个方向的指引的 那我们当时也看到在去 一年下来 去年的今天他们发了一些好多的言报之后 的确当中像卫星石化 从今年的一整年当中 虽然也有起起伏伏 但是一整年下来 它的一个累计涨幅 也有将近有68%左右 所以到这样一个节点当中 除了一方面看短线的一些热点品种也好 依然可以去寻找一些机构 在年末重点看好 未来的一些中长期的这些品种 那这个当中 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一些 五星的言报也好 包括一些机构重点关注的言报也好 去挖掘一些明年 长期配置的方向 那或许 在短线博弈当中 如果没有太多的这样一个节奏的话 中长线投资的话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 比较不错的时间节点 好 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 第一财经有看头 连和一蒙股份 共同打造的2021年的 更多的一些星级言报 确实今年这个市场 其实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变化的 就是公募主导这个市场的力量 其实会越来越强大 所以像大家会发现 就卖方如果一推什么样的一些品种 然后它又是一些 确实被低估的 甚至是哪怕它已经涨过了 但只要是龙头 都会给出一个比较明确的 市场的反应 所以明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也会给大家做一系列的总结 看看2021年 大家应该往哪个方向去具体去发力 有怎样的一些投资的策略 那先说回来 当下大家应该怎么操作吧 现在大家对于整个这个行情 其实如果说今年有行情 也是真的有 就结构性的行情 对吧 但每个阶段涨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你要说整体是不是每个人都赚钱 昨天好像看到这个数据 调查的这个数据好像人均收益还是赚的 但是赚的不多 但不知道每个人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板块热点轮动 但是也有一些强的主线 只是大家会觉得位置高 长得多等等的 那当下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操作的策略 来应对这个市场 或者说来去迎接所谓的跨年的 这样的一个行情的机遇 听听几位的操作建议吧 周征 我是觉得这个行情因为越来越偏向于机构化的这么一种行情 那大家知道机构其实它不太择实的 它更多的是从基本面的 或者说从一个中长期的角度 去对一些行业 包括它的一些 这个上市公司 这个成长的这种过程 去做一些这种配置的 为主的这么一种策略 其实今年大家都知道 公募基金整体的这个收益率都是非常高的 中位数大概有40%到50% 但是其实很多这个投资基金的这个人 其实赚不到那么多 因为有一些人 他其实把投资基金跟投资股票一样 也是去采用一种去主动择食的这么一种方式 其实很多这个 其实他主动择食反而没有 一直放着收益率来的好 所以未来我们觉得整个这种市场的这种变化 那么更多的其实还是要 以一种这种中长期的这种角度 去做一些均衡化的这种配置 因为大家知道现在比方说很多好的这种赛道 其实也都是名牌 你也都能够看得到 它的逻辑啊什么你都能够明白 只是你需要找到一个相对合适的这种位置 去做一个这个这个中长期的这么一种配置 所以我们觉得就是当下的这种择食难度确实也比较的大 所以更多的就是在一些好的赛道里面去做一些这种仓位上的这种配置 而偏油资属性的这些个股我们觉得未来肯定会慢慢慢慢的就给他们的表演时间会越来越少 所以这些个股而而且大家去看像今年炒过的很多油资的品种 它炒的时候上去很快 但是它一旦没有了风过去了 下去的也很快 而且基本上回到原点甚至还会更低 那这样的这种风险我们觉得这个未来也是要引起注意的 还有就是接下去的退市制度也会不断的这个利率也会加强 现在更多的是一元面值的退市 未来还有市值低于三亿的退市等等 所以不是说你拿着这个股票 你期待等到一轮所谓的全面的行情的牛市 你手里的股票就能够解套的 未来可能就不是这种现象了 未来可能结构性分化会一直延续下去 很多的股票就会被边缘化 就会甚至有可能会出现退市的情况 所以你现在给大家建议就是依然可以均衡配置的 长线的能够持有的赛道是什么 其实大的赛道还是偏成长的这些方向 那么其实大的就是像消费科技医药 包括像军工 那么如果选股有难度的 其实现在也就是公募基金也发了很多行业的ETF 我们看到新能源汽车也有 光伏也有军工也有 他们都有 如果你选不了个股 或者你觉得个股位置高 价格高 你下不去手 那么我觉得配置行业ETF 至少你可以分享到这个行业在成长过程当中的 一个平均的这种收益 好 杨敏呢对于大家的操作建议 我觉得简化来讲是两点 第一点的话前面提到过就是仓位先要上去 理由不多说了 那第二点的话可能是大家都知道 但是在实际操作当中不一定能做到的 就是无论是你看好什么行业 都要选这个行业的龙头 那么这句话大家都非常熟悉 但是我给大家两个数据 可能会理解更深入一点 就第一个数据的话 就是从12月份到12月25号这段时间 全市场4000多只股票当中 有3500多只股票 这个跌幅是超过15% 而12月整个这个月的行情 其实是一个震荡行情 然后这是第一点数据 那么就说明其实 大部分股票是在下跌的 也导致了我们今天虽然说 创业板指数涨了3% 但是整体的一个赚钱效率也就52% 然后第二个数据的话 就是我们看到今年以来 这个千亿市值以上的个股 涨幅平均是6% 而百亿以下市值的个股 跌幅在5%左右 那么其实也是代表了 就是你要做就要做龙头 否则很有可能会被边缘化 所以这两块的话 我觉得是对于明年来讲的话 反正明年我觉得 只要没有一些 就是系统性的风险 仓位始终可以保持 相对比较高的仓位 但是在选择的时候 就尽量是往核心品种上去选 我看到有一个网友的这个观点 我觉得挺好的 就是说刚才你都说到 比如龙头或者甚至长期持有 他说现在长得高的 真的能够做长期持有吗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说白景也好 新能源也好 现在只是交易性的机会了 谁没有在那里挣过钱呢 多数人都挣过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 周中补充一下吧 因为你看好的这些东西 我敢肯定 既然是龙头 那一定是涨幅大的 对吧 一定是可能创新高的 是真的可以长期持有吗 是现在还可以长期持有吗 我们只能说 就是说所谓长期持有的品种 你也不是买完以后 就完全不管不顾的 就是说每一个行业 它的发展的这个历程 它的这个经历 它可能也是有波折的 它有逻辑比较顺的阶段 但是它也有可能遇到一些这种 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这种波折 就比方说我们看之前光伏 也是因为补贴退波的这种情况 也是出过下跌 新年轻车在之前 也是因为补贴退波 也是有明显下跌的 所以你作为长期投资来说 你还是要去跟踪行业的发展 跟踪一些这种行业的 这种政策的这种变化 那么至于比方说 像有些个股高 有些个股低 那这个我们觉得怎么说 就是说我没有办法 给你一个肯定的一个答案 你还是要根据你自己的投资能力 自己的认知去做判别 就比方说有的人 就茅台是最典型的案例 茅台至少从它A股上市以来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被一次证伪过 那么现在接近2000块钱的茅台 肯定有人觉得是贵 但是在里面的人 可能觉得他未来还有很大的空间 好 稍后回来听听姚中原的观点 也看看观众朋友们 在微信公众平台的投票结果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得更多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得更多 澳門客人 而言,如果有些人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老凤翔 王哥 我最近特别愁 怎么了 最近投资特别不顺利 眼看着行情走得好好的 结果一买就跌 一卖就涨 可愁死我了 赶紧给我支支招吧 做投资啊 不能一看涨了就连忙追高 一看跌了就马上割肉 什么时候买 什么时候卖 都是有讲究的 你真该学一下 关键点位买卖法 关键点位买卖法 是啊 这个方法是专门用来捕捉 买卖点位的 遵守线上阴线买 线下阳线卖就可以了 那你详细给我说说呗 这样 我发你一个微信二维码 你扫一下就可以马上领一份 关键点位买卖法 方法怎么用呢 里面写的都很详细 还结合了大量的实战案例分析 太好了 是用微信扫描一下 这个二维码就行了吧 这个资料挺享受的 你赶紧去领啊 好 我马上去领 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就可以领取关键点位买卖法 加值一算 今日一开盘 我要梦啊 男肉身的股神 还是要靠学习的精神 臭我的 臭我的 脚分之头 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极家轻重海派家装展 凝重盛典开始了 拨打电话 5888 2228 5888 2228 请约即可抽大奖 有机会赢得 华为Mate X手机 更有依然放购 好礼拿回家 十大装修好礼 价值49800元 免费送 赠助冬季健康大礼包 让这个冬天过得温暖更健康 赠助外面家电大礼包 电视机 热水机 生活家电通通免费送 立即拨打电话 5888 2228 5888 2228 锁定装修名额吧 极家轻重五大生活馆 五店齐进 一线建材十大升级 欧派诺门 欧瑞宇邦高端橱柜 龙森石墓地板等十大建材 全部免费升级 品质鼓舞十大升级 设计份 仓储费 报机费 统统免掉 装修前全部体检 免费粮房 装修后隐蔽工厂 五年制房 终身维护 立即拨打电话 5888 2228 5888 2228 年前锁定优惠 年后即可向优先开工 炒股 问大家一个问题 当你买卖不定的时候 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呢 今天送给大家这套 智能炒股系统 多空电波 是一款辨别买卖 利于决策的交易系统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 当底部出现红色时 表示空头动能大概率减弱 多头出现积极信号 可以开始关注 股价上涨 在高位区域出现绿色 这是空头预警信号 要懂得规避风险 现在想要了解的朋友 可以扫描下方二维码 就能到手使用了 3000多只股票 都能轻松判断买卖信号 同时配套了 强势买点战法 配合多空电波 寻找强势品种 发出的启动信号 案例分析 跟盘操作 掌握属于自己的操盘系统 现在扫码领取 不管你是新手 还是老股民 都能轻松上手使用 看准机会 轻松交易 快来领取 你的交易利器吧 老凤翔提醒您 收看今日股市 好 欢迎回来 接下来我们请出黄伟 来听一下他对于市场的分析 黄伟你好 好的 主持人 那我们看到在今天的市场 是再度迎来了一个大阳线 而且上涨的个股加速 明显要多于下跌的个股加速 我们来看一下指数的表现 这里呢 画出了一根20天均线 在20天均线附近啊 已经形成了超过10天以上的 这样的一个纠缠 而今天的这根阳线 出现了一个阳包音 从成交量上来说 我们并没有看到倍量产生 也就意味着今天这个阳线 更多意义上的 应该是K线形态的阳线 而非实质上的突破的一个阳线 但无论怎么样 我们觉得阳线也好 阴线也罢 还是不改超级赛道 不断向上的这样的一个行情 是想在昨天 整个股指下跌的过程当中 你是不是被闪了一下腰 而我们对于市场的评判 非常的明确 那就是短期 基于短线资金 形成的一种对线的踩踏而已 这种对线 不会改变整个上行的一个趋势 今天一根阳线全部包的回来 而且从时间节点上 我们认为今天明天两天 是元旦小长假之前的最后两个交易日 市场对于整个明年一月份行情的预期 是趋于一致性的看多 所以这两天 机构资金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抢筹行为 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 重要的是这些机构在抢筹些啥 我们来看一下年报预期的个股 在最近出现了明显的大幅上涨 这个是我们昨天重点要强调的 这个板块当中是有一些被机构抢筹的品种 值得关注的有两个类型 第一个是业绩拐点型 业绩特征前三季度一般 第四季度突然放量 第二个就是业绩前三季度很好 而第四季度更好 那我们比如说来看这样的一个案例 南山控股 这个个股前三季度同比下降了291% 而年报则有望出现216%的正增长 所以最近走出了两年版 第二个亚化集团 它的业绩在前三季度已经增长了85%了 但是在年报预告以后有275%的一个增长 在今天也是一字版 虽然前两天出现了大幅的下跌 但是今天的一字版直接全面的收复 所以我们在昨天给大家总结了一份 业绩爆发低位潜力股的精选名单 不知道你有没有拿到 如果没有拿到的话 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并关注每日严选的公众号 关注之后来领取这样的一份言报 说完这个之后 我们接着往下看 主力风格的另外一个特征 就是机构抱团 昨天很多人说 哇这一下跌可能抱团要松动了 我觉得并不认同 难道你就那么厉害 一天就能看到主力机构的筹码的松动与否吗 我觉得完全是一种主观意义上的想象 而我们从客观上来看 贵州茅台历史新高今天创出来了 而从这个机构来看 1445家基金在目前是持仓的 宁德实在今天同样创出新高 前几天连续下跌 但是690亿家基金是持仓的 那机构抱团仍有望是后市的领长品种 这个是我们确信的 也希望大家能够重点在这里面去寻找更多的一些机会 基金大幅跑赢同期上证指数 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一个数据 那今年基金表现是怎么样的呢 普通型基金年内45.7% 偏股息基金39.4% 主动权益类基金34.3% 而权益类基金达到32.8% 同期上证指数的涨幅仅为10.49% 所以基金的选股能力是一定要值得肯定的 第二基金的纵长股 多家基金扎堆的个股 应该值得高度的关注 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你应该有一个参照物 而这种参照物 就是公开数据显示的这样的一些数据 比如说我们来看 关注机构抱团新能源概念是怎么个关注法 基金在这个板块当中是扎堆持仓的 第二近期机构密集调研的 同时我们从新能源的三个维度 来去抢筹这里面的一些品种 机构动线加热点封口就形成了一种合力 而这种合力就使得整个这个概念股 能够形成持续的战斗力 所以我们今天专门给大家总结的 就是三个维度 第一个多家机构一定要抱团持股 第二个年报业绩迎来拐点或者加速的 第三个资金近期有明显的介入 我还是说资金介入的三个特征 第一北向资金第二个大量的密集调研 第三个就是上调买入评级 那今天专门给大家总结的 就是机构抱团新能源优质股的名单 直接送给大家 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并关注每日严选的公众号 关注之后来领取这份名单 好的主持人 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明天可以申购一支新股 传制教育中小版的公司 另外呢明天会上市三支新股 火星人 西大门 奥普特 哎呀现在这个新股真的是 越来越多 名字也是 来看一下今天观众朋友们的投票 倒是53对47 选A的比例更高一些 最后我们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的 这个投票结果 仓位的情况 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索取 仓位不变得最高 加仓的略高一些20亿 来看一下北向资金93个亿的买入 今天买入比较多的其实是深股同71个亿 那么京东方比亚迪 还有东方财富这些买的都比较多 卖出比较多的是海康威视和恒瑞医药 两融余额截止到昨天的 昨天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回落 来姚中元给大家说一说 当下的操作建议 短期的话 因为市场如果逐渐开始反弹的话 很多前期低位被套的那些投资者 我建议先不要动仓位 因为前期超跌的这些品种 这两天已经很明显开始超跌反弹了 那这个过程当中也是 今年或者说是一季度当中 最佳的一个投资的这样一个时机 那么直到它一些反弹到末端之后 再看要不要去调仓换股 那么对于中期来讲的话 明年肯定也会有新的一批高低位 优质个股的龙头个股的切换 那么还是一定要去注重一些低估值 既优 同时关注一些你手中想 瞄准的一些既优品种当中 它的一个业绩的增长情况 包括它的一些公司的订单 是不是有明显增长的 这个的话 很多的一些龙头的中长线品种 基本上都是从低位有业绩 开始逐步逐步抬升 走成一只大的这样一个长门牛股的 其实投资者往往是这样 就赚了钱拿不住 然后亏了钱一直可以拿得住 但是只要开始一减亏 一小赚立马就卖了 结果主升就来了 所以很多投资者也感慨说 就天天盯着我的账户看 是吧 我一卖了你就涨 确实在这个市场当中 就是肯定还是会有 结构性的机会的 但是重点就是你要选对 那个结构性的 那个行情的赛道 就如果你选不对 就涨跟你没关系 跌一定就跟你有关系 周征给大家明天的操作建议是什么 明天是节前的最后一个交易 对 然后我觉得其实 想出来 因为元旦就一天嘛 也不用需要去做过多的那个 更多的其实还是要梳理一下 因为到了2011 基金的这个结账还有影响吗 结账没有了 可能最后一天就是涉及到排名嘛 就最后一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慢只是坏 倒注于数 远行业 看业绩 行业为刚 趋势为往 波段交流 投资大人 齐聚一堂 众说纷纭 华山论剑 每个周一日晚七点 谈股论金 为您开启价值投资盛宴 本节目由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志投独家冠名 上海是一座文脉非常深厚的城市 它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多元包容 对金钱事物的接受度很高 有非常好的土壤 有非常好的一个受众 能够遇到非常难得可贵的学习机会 这是一个适合诞生创造力的城市 创家科技 它可以跟任意行业去做互动 注入新的思想 新的理念 新的策划 文创和传统文化的结合 让这门六百多年的记忆 能重新走进当代的生活 把文化素能 把创意素能 创造我们自己的团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由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之头独家冠名播出的 《谈古论经》节目 张老师选错了一挑股票 就上九方之头 本节目由冠生源蜂蜜 联合赞助播出 冠生源蜂蜜 安心好蜜健康投资 大家好 我是李婷 今天的市场是缩量大涨 创业版生成值创新高 做多的情绪恢复 指数还能够看高一线吗 锂店 白酒等抱团品种 是强修复 抱团行情是否还能演绎呢 在节目的直播过程中 您可以关注 《谈古论经》的微信公众号 发表留言 参与节目互动 您如果想登台亮相 发表政治拙见 可在《谈古论经》官方微信 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稍后会有小编联系您 好了 接着把时间交给袁建新 和今天到场的嘉宾们 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他们所带来的最新观点 袁建新 你好